大家知道种子问题 称为中国饭碗里的心 饭碗里的心 我和很多国内的科学家论证的时候 我说你们想想中国的粮食问题 最大的挑战天灾人祸 而且中国产的所有的七亿斤粮食 根本不够中国人用 而且这七亿斤里边本身就有水分 中国人可以不吃肉 但你没有面食 没有基本的碳水化合物 没有面食没有盐食不行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要想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中国人没有种子 你不要听那些科学家呼求乱扯的 没有种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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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美 家等所有的种子国家 像乌克兰 俄罗斯 大家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吗 全世界会看到像今天干旱一样 种子灾难 种子灾难 基因粮食的灾难 大家会看到中国人未来即将面临的 也就马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当你们发现这个问题存在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难去应付了 很难应付了 很难应付了 为什么中国的粮食种子 是中国现在科学家和中国人政府官员明白的 将是中国和污染的土地和中国现在转基因的种子 和完全最好的种子在美国以为首的西方世界控制着 这对中国来讲是个巨大的问题 啊